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一段时间没来找我聊天了 是吧 遇到什么困来了吧 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跟关小姐有关系的 是 有个假方有点欺负人 好 这个忙我可以帮 好 谢谢 但是 你得付出点代价 快去 出去 出去 不是 干吗呀 干吗呀 出去 出去 赶紧走 走 下班 小长我都跟你说明白了 赶紧走 我来见目的 就是你跟我有矛盾 你不能不让我见往孩子吧 你见了 见完了 你别废话 你现在赶紧走 我 我才看了一眼行吗 你还要看多少眼啊 平时求你都不来 你赶紧走啊 别在这儿废话 不是 我跟目的说两句话呀 我想他他也想我 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要钱啊 我今天免费 我不收你钱 夏童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是给我钱 我都不用一件 你赶紧走 不是 不是 你 你干吗呀 你今天怎么了 就是因为今天 我跟他接你是吗 你怎么这么小心点啊 我告诉你 夏凡 你不配当孩子爸爸 你做不了孩子榜样 什么都别说了 你马上我走 咱们俩长途不是短痛 赶紧走 走 不是 不是 我就算再混蛋 我也是我儿子亲爹 我必须见我儿子 你别这种胡椒蛮 你穿行不行呀 我今天就是要见我儿子 走快 你穿行不行 这你推我 干吗呀 你胡椒蛮 穿行不行呀 说话归说话你别动手啊 上官你怎么来了 不是 你又是谁啊 我们家上官你什么事啊 又问你说这话你不害臊啊 这现在是我准嫂子 这是我们家事 上官你胡说什么 官美娃 你挺厉害呀 找过男人来替你撑腰是吧 你有本事还去打死我呀 你别胡说啊 我跟你说你变护脚蛮肠啊 你打呀 你招着打 来 你一行我真的打你 你两天就打 你两天就打 你这下官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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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当天你出来就骂我 听你 你再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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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不行 就得赔钱 我头现在还疼呢 我是脑力工作者 头打坏了 我怎么说是人家呀 你有家吗你 我儿子比你还要高 你说我有没有家呀 朱鲁云 你这么大人 你能要点脸吗 我不要脸 你要不要脸 你要不要脸 你敢把你够了 你别在这儿盯着谢眼了行不行 钱我出我给你 我不要你出 谁打人我要谁出 让我衣服坏了 你是不是得赔我啊 你衣服几个钱啊 我能赔几个钱啊 前安同志我跟你说 我这当防卫 你不要监控去 他先动他瞅 瞅 接着瞅 瞅能解决问题吗 你也多瞎了 又没有我把审讯室等出来 你俩接着瞅啊 那倒不用 不是 多大点事啊 你们俩能动手 有没有法治观念呀 您好 李队 有人找 警察同志 我是上官的领导 我能跟他这一步说话吗 可以 什么情况 对不起 老大 我不是跟汤萌哥合计了 是威克这事的 从根儿找了吗 谢谢我碰着这祸 这位同志 请问你是他什么人 警察叔叔啊 他就是背后主谋 他不能走啊 你还别说话 够了 我是他公司的领导 也是他的朋友 我们有不对的地方 我们愿意赔偿 这样子吧 我这边有点钱 你先拿去医院做检查 你是不是疯了你 这看着也就一千块钱吧 还不够我检查的钱呢 我还有精神损失费呢 没有 对不起啊 这是个误会 不用跟我道歉 还打的不是我 北洋 北洋 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你能不能不要干涉我的生活 这是个误会 什么是误会 上官跟着我也是误会吗 洪星我们俩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不要再来干扰我的生活了 好不好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不是一直很能说的吗 你不是一直很能说的吗 我不知道怎么会说起 以后别来打扰我生活 是吧 你肯定要去做我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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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过你什么 你答应我 爸爸会回来住的 儿子 很多事情呢 你不太明白 我不需要明白 我就知道 你答应过我的 妈妈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爸爸回来住吧 我会帮助爸爸 一起照顾你的 好 那我能见到爸爸吗 妈妈和爸爸 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你保证 我保证 冠美洋 你脑子有病吧 我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陆明骚扰你那天 就因为你一个电话 张文兴在你家楼下 等了你一个晚上 算了 我知道他对我好 但我们俩这样 拖拖拉拉的也不是办法 长痛不如短痛吧 不是 冠美洋 你到底纠结什么呀 现在都快二十二世纪了 还有几个人因为孩子 能放弃一个好男人呀 好男人是什么 好男人他就是花 扔马路上 吊成渣 立马就没了 我都去抢了 黄黄 你没有孩子你真的不懂 张鸿星再好 我儿子不接受 我也不能同意的 我不能伤害我儿子 你相信我 我有办法 现在不就是目的接受不了他吗 你有什么办法 我儿子那么小 你可别乱说话 出什么事我可接受不了 你相信我 循序渐进 对症下药是我的专长 你要是不相信我 这世界上没有你相信的人了 阿姨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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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以后别叫我阿姨 叫我小姐姐 庄嫩 怎么能是庄嫩呢 我未婚没有孩子 我们俩是一拨的 你懂得呢 穆迪 姐姐 聪明 那个 要过生日了是吧 你是不是喜欢加飞猫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你好朋友啊 到时候我送你一只 然后你生日那天呢 我再带一个好朋友来 怎么样 谁啊 谁啊 你张叔叔 齐桓 穆迪 我给你算笔账啊 你看你过生日那天 你妈给你买一个 水果生日蛋糕 送你一份礼物 你爸送你一份礼物 我送你这加飞猫 张叔叔再送你一份礼物 多划算啊 你别不高兴嘛 不要拒绝我 你呢 回去好好想一想 算了这一账 儿子 来来 吃冰淇淋吧啊 来 先吃冰淇淋吧 来 小弟弟 甜不甜 你这招行不行啊 你也没当我妈 我没当我妈 我没当我妈 我还没得过精神病呢 我不是一样做精神治疗 我儿子不是精神病 我跟你说啊 你儿子再那么好 你就精神病 我跟你说啊 我也算吃过喝过 见过的主 张洪兴 无论是做你未来老公 还是做穆迪他后爹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人选 有事业心 有责任心 我作为你最好的闺蜜 这一次你得相信我 我肯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能行吗 行 试试 去 把穆迪给我叫起来 我要训练了 你 今天怎么样 行 上课认真听课了吗 认真 绝对 米卡姨 穆迪 你怎么过来了 走吧 带你俩俩去个地方 上哪儿啊 去了就知道了 这不行啊 我儿子生日 我都跟他有约好吧 你要是不去 那咱俩以后的事 可就免谈了 说什么呢 走吧 不会耽误你 跟你儿子过生日的 走吧 你还挺厉害的啊 找到这儿来了 我老家这么远 你都能找得到 我还找不到 你儿子的学校吗 我是猎头啊 当然要找到了 在加拿大 每年的九月一号 到十一月十五号 都是合法的 驼鹿狩猎季节 那个时候呢 公驼鹿就会跳到 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穆迪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呢法律规定 不能猎杀母驼鹿和小驼鹿 而猎人也不能冲着 高速公路开枪 所以呢 公驼鹿就撬到隔离带 去躲避猎人的子弹 怎么说到这个了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啊 猎人当然了解猎物 可猎物也了解猎人 你能知道我的老家在哪儿 我也能知道你儿子的学校在哪儿 行行行 你厉害啊 我还给我上了一课 找学问了 前面拐弯了 好 怎么带我来宠物店了 孩子不都喜欢小动物吗 再说了 让它养个小动物 可以培养它的责任心 穆迪 一会儿你自己挑一个 送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 曼曼 可以吗 那要谢谢维克阿姨啊 谢谢维克阿姨 不用客气 怎么好意思啊 还有你送我礼物 闺蜜说这个可就生分了 对了 亲爱的 你晚上干吗 一起吃饭吧 方便吗 方便 还有另外一个闺蜜 你认识的 喜欢 好啊 阿姨 我要制止小猫 行 布丁你几岁了 几岁了 来 红酒和果汁 还有酒 是不是敲门了 你怎么才来啊 这不是给你家穆迪 找浇贝猫去了吗 我上午下午最大的那只 真棒 比你脸都大了 哈喽 维克 你在呢 我这不是休息吗 也来跟你们凑凑热闹 穆迪呢 儿子 快过来 小姐姐 你怎么才来呀 大家都等你吃蛋糕呢 给你买浇贝猫 喜不喜欢 喜欢 对了 小姐姐 你上次问我的问题 我都想好了 怎么想呢 我不同意张叔叔来 那你不想要别的礼物啊 姐姐 你看 这是薇可阿姨 跟我买的小猫 它叫豆豆 我可喜欢它了 我不要别的礼物了 是吧 那个 乖乖乖乖洗手吃饭吧 行 知道了 你怎么给他买只活毛啊 我 没事呀 没事儿 来 速可了断吧 妈妈 妈妈 怎么了 儿子 妈妈 豆豆在咱们家 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他是不是生病了 不会的 他可能太小了 不太会吃毛粮 别担心 那他要吃什么呀 过去牛奶吧 妈妈再睡会儿 睡醒了给你买回去 好吧 过来啊 豆豆 咱们买吃的来了 布菜 奶奶 奶奶 奶 奶 在那儿呢 出够不着啊 有了 你这等着我啊 一会儿就回来了 豆豆 你看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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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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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布婷 你怎么了 豆豆 妈 豆腐丢了 怎么会丢啊 在哪儿丢的 别哭 别哭 他在罗产亚正确实里 好了 别哭了 妈妈帮你找了去好不好 不行 我得跟你一起去 你不能去 请阿姨你看看他 妈妈肯定把你找到 妈妈你一定要找到豆腐 妈妈快找到豆腐了 放心吧 放心吧 看你出这身份 别哭了 别哭了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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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婷 咱们先吃饭 你看 今天啊 乔阿姨给你做了最新 妈妈 你找到豆腐了吗 阿姨慢慢找了一圈 我儿子也问了别人都是没看见 冠小姐 你先吃饭吧 儿子咱们洗手吃饭吧好吗 妈妈 豆腐已经走的有一天了 他会不会饿死呀 我不吃饭了 我去找豆腐吧 儿子 你不吃饭也找不到豆腐啊 再说你不吃饭的话 哪有力气去找豆腐呢 豆腐 木迪 豆腐啊 她自己会找吃的呢 再说了 别人看见她也会喂她的呀 木迪 咱先吃饭 吃饱了 乔阿姨跟你一块儿去找 好不好 来来来 乖啊 来来来 先吃饭 吃饭去喽 走 童童 童童 赶紧呐 来不及了 来了来了来了 童童 听说姜老师病了 奶奶给她炖了点海骨汤 你带给她啊 帮她清清火 妈 您不嫌麻烦啊 不管怎么说 也是童童的老师 关心一下也可以嘛 那您是作为什么立场 去关心她呢 您是作为童童的家长 还是作为我的家长的关心 这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 您要作为童童家长 还情有可缘 您要作为我这样去关心 您就是恰操心了 我得知道这个立场 我帮你带点学校哪儿 你放心吧 走了 童童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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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走 节奏 注意节奏 拍得太快了 能不能慢点 好 停停停 穆迪 你今天是怎么了 这可是你练得很好的一首曲子 今天怎么弹得这么乱呢 老师 对不起 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啊 豆豆丢了 豆豆 豆豆是谁啊 我的小猫 它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回来 别难过 怎么今天不练了 穆迪妈妈来了 老师 它怎么样 听说你们养的猫丢了 穆迪好像很伤心 注意力也没法集中 让它先休息一下吧 好 让您费心啊 好 您练过来 看 儿子 妈妈家给你买个跟豆豆一样的猫 好不好 妈妈 我想豆豆 走 你说我怎么办呀 欢欢 我儿子现在天天就是 痘痘 痘痘在哪儿啊 饭也不吃 琴也不谈 我现在真是什么心思都没有 这么严重啊 我跟你讲 我现在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你崩溃了也好 到时候你就到我这沙发上一躺 让我也挣你点钱 你就不能给我点 建设性意见啊 我又没养过孩子 也没养过宠物 你找我 我有什么关 你不是心理专家吗 你救救我 救救我 行吗 这个从临床表现上来说呢 一般是要转移他的视线 找一个比小猫他更喜欢的 我买了最贵的游戏机 他都不喜欢啊 最贵游戏机是你喜欢 不是木迪喜欢 你懂不懂啊 你 那你 喂 奥利文 宠物店老板刚打来电话 说痘痘自己跑回去了 真的啊 太好了 我马上过去了 谢谢 我走了 走了 盘猫了 走了 拜拜 穆迪 威克阿姨 痘痘呢 在里边呢 去吧 亲爱的 麻烦你了 让你跑了一趟 跟我还那么客气 痘痘 痘你跑哪儿去了 可急死我了 这小猫在妈妈身边待久了 所以才会自己跑回来 你们把她拿回去以后 要在家里养上一段 这段时间 不要让她自己跑出来 对了 阿姨 这豆豆一到家 她就不吃不喝 她会不会饿死呀 不会的 她那是小妈妈了 只要你对她好 过两天 她就会和你成为好朋友 那我怎么做 她才能和我成为好朋友啊 你可以喂她一些猫罐头 小猫最喜欢了 谢谢你们了 找不到豆豆 我真的快得神经病了 老师好 姜老师 让我来啦 谁来啦 姜老师 来啦 来啦 姜老师 你在干什么 姜老师 你在哪里面 老师 你怎么了 来啦 姜老师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你 姜老师 怎么了 而姜老师在里面 有东西砸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干吗呢 姜老师 你没事的 姜老师 你怎么了 你开门呢你 你开门 姜老师 你开门 姜老师 你开门 姜老师 你怎么把门打开 姜老师 来来来 你快快快 姜老师 这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了你 姜老师 姜老师 你怎么了 没事的 没事的 同学 这位同学 你先回去上课 听话你先回去上课 快 回去上课 姜老师 怎么吃这么多的药啊 你是遇到什么 想不开的事了吗 亲爱的 亲爱的 你要有事就不用在这儿陪我了 我没事 我一个人闲着也闷 陪你们娘俩正好有点乐趣 你不会是嫌我烦了吧 怎么会呢 我怕耽误你正事 喂 好 我现在就回去 我公司有事 我得赶紧走了 穆迪 咱们走了啊 妈妈公司有事 妈妈 我还想和豆豆多玩一会儿 那你去忙吧 我来陪穆迪 那麻烦你了 没事 正好把这期婚来找我 我让她来接穆迪 好 你放心吧 穆迪 要听V卡阿姨的话啊 好 我走了 拜拜 妈妈 再见 拜拜 拜拜 豆豆 豆豆 查到了 怎么说的 主要用于失眠 也可用于焦虑 紧张 恐惧 舒乐安定安眠效果比较大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就这样又是吃一大把 我来了 V卡 喜欢 等着急了吧 阿姨好 我反正没事 她还巴不得在这儿多玩会儿呢 穆迪 咱走了啊 你妈还等咱们呢 阿姨 我想把豆豆带回家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 豆豆和你现在 已经是好朋友了 可以带回家 真的 太好了 豆豆 咱们可以回家了 豆豆 太好了 穆迪是不是还不能接受张红心 没呢 一会儿你给他做做工作 成 看我的 穆迪 你看这个豆豆离开了 爸爸妈妈跟着你 是不是很幸福啊 对啊 那 那你要是有一个 叔叔来照顾你 你是不是来给我洗脑的 怎么聊天 什么叫洗脑啊 我跟你说啊 就是 你现在多了这个叔叔 你想什么时候见你爸 就什么时候见你爸 根本没有影响 而且现在三个人爱你 给你带好吃的 还有好多礼物呢 对啊 你赚大了 你爱不爱你妈 那你还不接受张叔叔 回头张叔叔走了 你妈多可怜 那他会疼豆豆吗 当然了 他要是不疼豆豆 我们俩找他算账 对 好 一言未定 aligned 桃堂 快快 快 来 吃点东西啊 别我坏了身体啊 Matrix 吃完了 奶奶跟你一起想办法 办法我倒是有啊 你有办法快说呀 别卖罐子了 美洋有一个朋友是心理医生啊 而且跟我们公司也有合作 可以请他去给姜老师 做心理辅导啊 你真是的 让前女友的朋友 给姜老师做心理辅导 没病都要看出病来了 亏你想得出来 你真是的 宝贝 快吃啊 电话 爹地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过来 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 叫凤生凤 龙生龙 唐老牙的儿子张宇荣 这也是姜老师教的 不是 丁杨教我的 有问题吗 说办法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吧 要想拯救姜老师办法 只有一个 就是你假装和姜老师谈恋爱 这就是你的办法 怎么样 这是什么办法呀 你上次忽悠我 就跟网友见面 结果是去见姜老师 现在你更直接地 再叫我假装跟姜老师谈恋爱 我看出来了 你是一步一步地 把你爸往火口里推啊 爸 我这回真没骗你 真的我发誓 咱们这回幸运的是 发现姜老师把他救下来 要是下回呢 要是没发现他呢 那姜老师这块肉口 就屁肩还还碎碎了 彤彤 我特别认识地跟您说 咱们现在也不知道 姜老师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吧 所以你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 可是我真的不想 是去姜老师啊 你就帮帮她吧 爸爸 你今天喜欢姜老师 然后我去跟她谈恋爱 那万一你明天要喜欢别人了 我是不是还得跟别人谈恋爱 这不是一个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再说了 我们之前已经跟姜老师 有很多的误会了 这个前面的误会 都还没有解释清楚 你现在又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只会让姜老师 有更多错误的想法跟希望而已 可是 我 我已经给她 错误的想法跟希望了 什么意思 见面之后吧 我就一直以你的身份 跟她聊天 什么叫以我的身份跟她聊天 不许生气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不许生气啊 这必须跟她解释清楚啊 你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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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兴呗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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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多图啊 你去哪儿了 那去哪儿了 妈妈 豆豆愿意和我回家了 真的啊 那豆豆在哪儿啊 那豆豆在哪儿啊 被威卡阿姨抱走了 你明儿陪她去娶一下就行了 你明儿陪她去娶一下就行了 好 对 穆迪 我同意张叔叔来咱们家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同意张叔叔来咱们家了 儿子 你知道 张叔叔来咱们家是什么意思吗 豆豆离开了他妈妈 有我照顾他呢 他一样也会很幸福的 可是我太小 我照顾不了你 爸爸不在咱们身边 不是还有张叔叔吗 用张叔叔来照顾我和你 咱们两个一样也会很幸福的 你说对吗 妈妈 老是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来 我刚下课 没事 坐吧 这是送的吗 谢谢 你身体好点了吗 好多了 我听童童说 你吃药 你吃药 姜老师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 等待我们去发现 去跟别人分享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你不觉得吗 再说这里是学校 我们应该给孩子们 做良好的榜样 身体法复受视父母 不可毁伤的 而且呢 你是语文老师 你一定比我更明白 山穷水迹一屋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道理 对吧 而且李白也说过 千金散尽还复来 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记住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那个 你保重 我还有事情我先走 但 你别走 你一定要坚持住 好吗 加油 加油 加油